星期六下就在嶺南明珠開打,今日中日雙方參賽隊員集體良尚,雙方都說對今次的比賽志在必得,今次也是時隔十年之後,在佛山再度迎來了最高級別的中日搏擊爭霸賽。 本次比賽採用世界流行的中立自由搏擊規則,裁判由雙方共同組成,持有67至100公斤級共7個級別。在日方參賽隊員中,參加93公斤級別的天田廣美在日本是當地家餘戶曉的搏擊巨星,在他的職業生涯曾經22次KO對手,他亦專門為今次賽事減榜,期待取得勝利。 本次的中方代表派出的選手,全部都是帶著冠軍光環,由於家門口比賽,可以說不須得啊。 2004年在佛山體育館舉行的中日搏擊賽,以劉海龍和保力高等散打王為首的中國代表隊,同以日本空手道代表的日本搏擊隊的決戰。 當時日本以0比5敗北,10年後中日雙方的搏擊高手再次在佛山一決高下。 今次亦是日本搏擊隊挽回聲譽之戰。 《佛山電視台》幾隻一等用不到。 《佛山電視台》幾隻一等用不到。 - 議員死者! 市民搏擊隊員 並罵出馬馬大斜! -